晚安 您好 欢迎锁定中时新闻 全球报道 来关心疫苗接种 到礼拜五就要迈入高峰 全台民众狂抢 双北现在沦为了一级战区 有民众说都扫完了 双北41个行政区 才发现都额满了 只好把脑筋都冻到了 像是基楼或者是桃源 来跨区接种 在台南也有民众 他们甚至跨区预约车程 要50分钟加益的疫苗 民众抢翻 但是只会中心公布 莫德纳的预约率 竟然只有2成8 让网友怒哄 政府玩台湾人的方式 还真多 现场一阵惊呼 上网预约疫苗变得像开讲 民众大抱怨 施打疫苗的地点 根本预约不到 自己居住的行政区 我当初预约的时候 我是预约南港 那稍稍一犹豫就立刻额满 那所以只好就跑到旁边的戏指 不止台北市的熊小姐 要多花15分钟的车程 跨区到新北市戏指来接种 还有这位住在桃源市的朱先生 本来要预约家附近的医疗院所打BNT 但是没有想到完全预约不到 最后只能到新北卢州 距离要30公里 开车至少45分钟 我家是住在桃源市政府旁边 最后在卢州区那边 才唯一找到一个是一间诊所 然后还有明儿 家住新北英哥的刘先生 自己家旁边就有接种站 但却没有办法预约 还有一名住在新北市的黄小姐 帮儿子预约却得专程跑到桃源巴德 打疫苗 开车至少35分钟 类似的状况层出不穷 甚至稍微一犹豫 接种的地点马上就额满 他只有地址 没有位置 那我当然要选离我家比较近的诊所 然后我就去Google 再上去名额全满 第十二轮规模扩大第一阶段 多达188万人次预约 但是一堆人都得跨区打 不止北部有乱象 还有民众得从台南大老远到嘉义 得花50分钟的时间才能打到疫苗 网络骂声不断 还有网友炮轰 疫苗施打的政策很乱 民进党玩台湾人的方式真多 那当然有一些地方 如果开设的点不够方便 那当然就只好到临近的地方去打 约疫苗需要靠手气评运气 还得大老远跨区打疫苗 乱象一堆指挥官的回应 轻描淡写 恐怕只会让人民的怒火更大 记者有周天杰王一仲 台北报道 有周天杰王一仲